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它根和牙也那么干净 那么鲜嫩 那么纤维 真想咬几口来吃 但又不舍得 这里面的根和牙都爆满了 容器的底部比较小 这里面根和牙都显得弯弯曲曲的 并且这些根都你找着我的杆子 我找着你的杆子 就快把它们分不开了 根很漂亮吧 牙也很鲜嫩吧 因为它能吃哦 你有没有想咬一口的感觉 放心吧 我没有加农药 也没有加肥料 如果想咬的话 完全没有问题 这么漂亮的根 我真不想把它种到植鸟里面 或者是水里面去 不管是种到植鸟里面 还是水里面 这些根都会变色 变得青绿色 还有它长大了以后 这些根也会显得苍老发黄 现在是上根的好时候 所以就拿来跟大家分享 还有它的牙现在又是那么鲜嫩 吃一点 它长了很多叶子出来 就变成老杆子 就没有那么漂亮了 所以这个时候上牙也是最好的时机 刚才有提到 因为它是能吃的 我也没有用肥 也没有用农药 那你听到这里是不是真的好想咬它两口的感觉 可是迟一点 牙牙长大了 根长长了 它们就没有这么美了 所以呈现在这个阶段 就跟大家一起欣赏一下这些根和牙 接下来说说 我是怎么繁殖这些铁皮石壶的 先说这些铁皮石壶的来历吧 是我去菜市场买煲汤料的时候 发觉它有这样子一炸一炸的 它也有跟我推介 可以煲汤 也可以就这样叫着吃 我感到很好奇 就买了十条回家 刚才买的时候 我有一条一条的挑的 挑的是饱满 粗壮 节点比较密 然后没有腐烂的 由于它是一炸一炸的 这样放在那里 伤口应该是干掉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放到一个塑料杯里面 然后往塑料杯里面加了一些水进去 水加的很少 大概就是一厘米的水位 到了第二天 我发觉它的水有点混浊 然后就把它们拿出来看看 发觉有一条的杆子在水里那个位置 有点微微发黄 可能是之前的伤口没有完全愈合 我就把下面这一截跟它剪掉了 然后把这个剪过的这一只放在一边 等它的伤口愈合了 又再把它放回去 一开始每天跟它换水 看到它的水一直都很清澈 我就隔两天跟它换水 实际上两三天三十天以后 它的水就没有了 被吸干了 后来我就干脆等它的水干掉了 没有水了 再跟它加一厘米高的水位 就这么简单的 大概是二十天以后 发觉它的节点有很多谷谷的地方 就发觉有一些根间钻出来 然后慢慢的就是长根长芽 到现在为止 不等两个月的时间 根和芽都这么漂亮 并且根和芽越长越多 我没有跟它施肥 也没有跟它施农药 因为我是准备养来吃的 现在我还没有想到用什么方法 来上盘种植它们 到时候我跟它们上盘种植的时候 再跟大家分享 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 我在菜市场买回来的 这十条铁皮石壶的干牙的欣赏 还有就是跟大家分享了简单的繁殖方法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后续情况 请留意后期的影片 好吧 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